Wanna play, wanna play, you couldn't wait 呼吸覺耳的詠春弟子 他們有同一個夢想 就是練成李小龍那樣的中國功夫 I want to develop more 齊聚以問顧你 他們探尋詠春文化 同台視比高 超級採訪車主持PK詠春弟子 結果你一定猜不到 馬上進入 超級採訪車 就在練習詠春的過程中 這群白少爺也對中國文化 產生了比較濃烈的興趣 不知道我們的新年快到了 新春階節 他們說中國有什麼搞頭呢 就特地找到了一位堅持 是寫揮春的伯伯 說要來拜師項藝 看看他們在那邊很有興趣 他寫了幾多年啊 十三醉獸豬發學 十三醉獸豬發學 為什麼呢 這裏都慶華寫對連的 他就退休之後就移樂一下 當著出了位 人民服務 老人家精神斗手 還寫得一首好字 這群武術愛好者 在佩服之餘 也都躍躍肉屎 太多了 這一個就看到了 他在那裡 還不妨 在那裡 我有到那裡 那些還不妨 你看看他寫長一點 你叫他寫長一點 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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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得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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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你 寫得好不好啊 好 好 好 寫得好不好 這是 寫得好不好 讓人比這個好一點,這個都過得了海 你覺得中國的文化是怎樣? 很深,是很深 在西方國家,中國文化不是那麼容易找到 學了永清權,一里通八里明 在這裡認識了些少中國文化 那就會了解多些中國文化 其實他們這次來到中國,還有更加重要的事 就是要跟全世界各地的詠春高手同台交流 這位年過八巡,一打起拳來精神百倍的老人 就是葉問的兒子,葉準 人們都親切地稱呼他為準叔 他以重新場地盯促了我一句 一定要將文詠春推向世界 南海羅川街道黨工委委員龍華強 今次擔負著組織賽事 並推廣詠春文化的重任 由他口中我們了解到 一個習武人先習得的優良傳統 我在這裡可以舉兩個小小的例子 一個就是我見到他揹著一個行囊 行囊很重的 但他就堅持不讓我們年輕人來幫他 第二個細節就是 在他跟一些獲獎者進行合影的時候 我們工作人員都準備了一個座椅給他坐 但他始終堅持自己是站著 和眾多獲獎者一起去合影 為了對兩位老師中心的感謝 在大載圓滿結束之際 特別要為兩位大師頒發 特別購獻獎 我最記得業民總司所說的 他說如果你學功夫千萬不要怕被人打 怕被人打那個 結果就終非不被人打 將詠春推廣到校園、村居 建設業民紀念館 舉辦2012年國際詠春權邀請大賽 這一系列的舉動 既是打造羅川業民 世界詠春的文化品牌 更加重要的是 是使得世界更多的詠春愛好者 都能夠來到這裏 尋根文組 教流熱問詠春文化 我生年 即是90歲 原著我一生之中 一本本期 一樹肉食 但是至今日 回復關正真 因為我有份參與 在我們的故鄉 羅村 在國安區 談吵 建立一間 這麼好的 建民紀念館 真是不忘一生 本人 代表所有人的同學 深深留你的故事 多謝 完成 今天 今天 有些人 也住宅 有些人 你住宅 只能夠 我會做泳川立爆 不就是不斷打下去 就是他點到就即止 這些是一些中國人儒家很傳統的東西 不是亂用武功去欺負人 其實就是 做人做一個好人就行了 是很簡單 我們泳川的道理 很直接簡單就行了 雖然泳川是簡單很直接 但其實也是很深的 都學了幾年泳川 但是每次都可能會想到一些新的東西 在這裡